大家早上好,我是蓝了 我来吃早饭了 现在是入点大 换了一家,这个不远的地方 坏了 我刚骑过的车被他骑走了 这边有一辆 天呐,切完这辆 哎呦,一会儿那人还要骑 两个包子,一碗豆浆 是免费的咸菜 酸豆角 看人家包子蒸了 多好 松软 不错吧 吃饱了好,骑自行车一个更好吃 哎呦,我的妈呀,我饭都没吃 他还是,赶紧的就 往外跑,我怕这辆车被人骑走 哎,前面还有一辆 应该那三天了,我早上起来 找不着这清菊呀 给我急的呀 已经在上空,经过这两天的 小雨的冲刷 格外的蓝 蓝天 大家好,我是蓝了 我从外面回来了 现在十点半了 进门路上 哎呦,给我渴的 我就想路上 我都想好了 我进门,我先做一杯蜜桃 奶昔 昨天做那个香蕉奶昔 太好喝了 可是这桃我发现嘛 还硬 给它割卵了才好吃 这苹果呢,也买好几天了 也得赶紧吃了 不新鲜了 干脆我拿苹果和橘子 那天买的 我做一个奶昔 还有牛奶 因为牛奶没工们喝 我早上喝的豆浆 但是每天都要喝牛奶 它补钙的 好多人都想 蓝蓝,怎么养生的呀 我就这么养的 反正我就这么吃的 有人也问我 蓝蓝,您那中药还喝着呢 不瞒您说 停一礼拜了 因为得腰 我没工夫 后来我今天早上 特意起的早了点 我先腰好了 然后我临走之前 跟张哥说 给我熬药啊 然后我一进门 他就说 药赶紧熬好了,喝去吧 哎呦,我一看那锅黑烫子 太苦了 我先熬完奶昔 然后我一边喝药 我一边喝奶昔 完了又到中午该做饭了 哎呦 天天的连周转 充实 好,开始熬奶昔 好,开始 这两天我们家张哥 跟他那鸡子干上了 天天抵补他那鸡子 说白了就抠 舍不得花钱 要说我们家张哥这人真不错 对自己啊 是一点都舍不得 那个也有人说哈 来了,医保也花了多少钱 他就没看过病 医保你得前面那一千多 不得自己花吗 所以他这 他跟我说 都到年底了 我说年底年初你也不看病 你就那花吧 我说我给你花 那他也舍不得 就在那嘀咕 一会他要买什么 拔能膏吧 一会他要买点酒吧 他就在那嘀咕 所以为什么我最近 跟这孩子生气了 这孩子吧 现在这孩子真没份劳 太能花钱呀 就家里这快递呀 天天的 还老说什么 妈你没见我们的同学 我们这算好的 哎呀 你都没看 哎呦 我们多省啊 多省啊 多会过 有时候会过也不行 他爸一给他闺女花钱 你说办签证 早就说赶紧办办办 他就不给你办 白扔了四千 这个说学校悠悠来通知 又告诉可能要上网课 妈呀 这飞机票一退 又损失好多钱 哎呦 我说这钱都大风挂来的 人家张庚说 嗨 那也比去那强啊 是不是啊 就这钱扔了 也不能让孩子去啊 现在挺乱的 不知道呢 你说这学校这英文 中国人也真有病 那么厉害 你还都往那招什么呀 搞不懂外国人 脑子就有问题 这我跟张哥呢 我们俩上午腌一杯 那些水果带牛奶也全有了 营养的够了 行 肯定愁了 割多了 还能够了 我和我昨天够了两大根香蕉 多搁多吃 在这边 再搁上就行 奶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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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开始 两分钟 两分钟 好了 还有人问 有没有颗粒啊 没有 放心吧 特别的细一会儿 哎呀 哎呀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特别的细一会儿 就是一点渣子都没有 就是奶昔 奶昔 你在外边那奶昔就是这个 外边做的也是用这机器做的 你看看 这个这泼皮鸡挺好 也不贵 这是我那苦药汤子 这是给张哥的 给你们看啊 蓝蓝粥药 这个药啊 是养生保健的 哈哈哈 看啊 苦着呢 哎呦 我突养啊 嗯 嗯 还是奶昔好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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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死了 好 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做饭去了 做饭去了